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透露 同加纳环境科技与创新部长 签署一项碳信用合作协议 为两国开发和转让碳信用 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 在这项协议下 需缴纳碳税的本地公司 可以向加纳购买碳信用 用来抵消多达5%的碳税 国国也承诺利用所购买的碳信用 支持加纳的气候变化项目